好,第一場馬上開始 大寶劍對酷拉 開場是大寶劍對酷拉 其實就是一個大寶劍的下重拳 現在對酷拉的5B、2B的那個牽制技 誰更優秀呢? 是,大寶劍的範圍會大一點點 但是酷拉也是那種就是牽制還有遊鬥的那種角色 所以雙方都不需要拉近距離 你看都在中心裡立回 大寶劍的兩段的中段拿出來然後不能缺乏 哇,我看小虎 進一步退三步 進一步退三步 六六六六 哇,這雙方 立回的感覺 雙方就是零波威部嗎 那這裡的話 哇,這拉鞠戰真的是 這個立回 這個叫什麼?移動歸 動態歸 動態歸 哇,這個動態歸 是,那小虎的話第一局是穩穩拿下 看來M隊這個大寶劍怎樣晉升有點 中間碰到有點困難了 就是說,在小虎這一波非常嚴密的防守之下 你又找到晉升機會 一動歸 動態歸 動態歸就是防守 好,我們來看一下K怎麼能打開 好,那現在是第二個上場的K 最正小虎的大寶劍 那還可以消那個 對,可以消波 可以 好,到底 那大寶劍的B7連 這個B7連大概打300左右的傷害 打完以後這個版邊K找到的機會是 錯過是失誤嗎 失誤了,下B站B以後直接搞出了一個小跳 然後沒有打出了延招 然後錯過這個機會以後 小虎趕緊拉開距離了 直接從左邊推到的右邊把B 大家,邊哥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叫跳跳河 因為小虎那個跳 跳過那個飛行道具非常 對,他的那個跳是 他的那個跳是為那個飛行道具量身定罩的 就剛好,剛好跳過就一個小跳 插邊啊 對 哦,什麼啊 第二次暴B 第二次到這個暴B7 就再一次把M的K打到空血的一個狀態 我可以看見M兩個角色都打不了 剛剛好打 進不了身 兩個角色一樣進不了身 兩個角色第一次打到那個小虎的 看來我懷疑他平時的比賽當中碰到大寶劍的機會不多 所以他也在不斷的調整去找方法去打大寶劍 現在已經用了兩個角色賣水都沒有進身了 只剩下 真的是被這個凍曖龜 完全牽制住 大寶劍P了第一下以後 戀星盆 大寶劍本體會跳後退 看到那個魏八神的那個暗勾手量身定罩 跳過 剛剛好跳過 反正也不前進也不後退 就剛剛好跳過 三個角色都有飛行道具 對 哦,來了 包手 這一套可以帶走 那這裡的話 終於拿下了大寶劍 對,要面對的是師娘 師娘打八神的一個對決 支援的話還是小虎更多一點 對 因為第二個人 會加多一條 是 三個能量對一 三個兩次 接近四季 好 快一下就四季了 挖完了 好上 有誰有說 大了 八神翻盤一如環盪 一如反掌 673啊 這個人 看師娘的這個臉段 打完八神殘血了 看一下那盤紅血 對 B-C以後繼續搶招 動不了 我的眼睛正搖角 連續魔學 沒有啊 逆向掛中 再一個逆向沒有掛中 然後強開V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小虎在沒有 這個 沒什麼傷血的情況下 沒有發現 第一個角色就是給你 動態龜 第二個角色就是給你強壓 有了資源就強壓你 那個節奏很難適應 然後 先喝口水壓壓驚 對先壓壓驚 這個是八強的比賽 應該是到搶殺的吧 八強是 呃 搶二 八強原來還是搶二 八強還是搶二 對還是搶二 那就比較緊張了 那真的是很緊張 對 小虎已經拿下一個領先的優勢 看看 M有沒有做出 對 手發的一個調整 手發的一個調整 對 戰術要調整 一個吸頭頭重 那現在把 終於晉升了啊 很難看到的一個 庫拉晉升大寶劍的一個情況 拉開距離 好 5A的一個防空啊 對一個戰A防住了以後 現在是小虎大概落後 兩三百血的樣子 小虎也不急了 拉開距離就拉開距離 對 小虎先拿一盤 對 所以不會太急 所以打的也不急 大家都在蹭氣啊 都在蹭氣 想辦法蹭蹭兩個氣出來的樣子 要 那時間的話不多了 只剩下30秒不到 那雙方都還在不斷的蹭氣 小虎在想辦法中距離搶攻 我發現M隊這個夏中拳 對 在空中擊中了 那個大寶劍在空中擊中對頭以後 對 相當那麼高以後 其實是有破綻 是他空中擊中落地以後 可以說 昨天大口也這樣打過 是啊是啊 那今天的話 M暫時沒有做這個調整 但是 對一直沒有打 還是拿下了 因為剛才開場有一波晉升 拿到一個領先優勢以後 一直拖到沒時間以後 等小虎搶 搶攻的時候反擊 就直接把這個大寶劍拿下 那現在小虎也要 師娘先上場了 打的是M的首方 庫拉 但是師娘這個角色狠就狠帶 只要他有能量 什麼都有可能 兩個氣球 一個角色 這個空中 車輪腿 好像車輪 對 這個正搖青腳對玉 一個前跳 好 一個小連段 暴斃 一條能量 好 這裡連續打中了 直接下滴 應該有六七百血了 有 但是 師娘只有九百血 所以看上去特別差 是 那小虎的師娘瞬間也沒血了 那這裡的話 庫拉還有 如果他贏下來的話 還有超過一半血 被看見世界冠軍就是世界冠軍 他的調整能力 調整非常強 現在也是 瞬間拿到了一個小虎剛才的優勢 小虎剛才也是這樣進入第三排 拍出手底的不知火舞 五星不知火舞 打這個 這個版本的不知火舞 這個版本的不知火舞 還是很厲害 對 還是很厲害 拳腳的判定非常大 而且速度也快 搶了一個 空中 庫拉 小按鍵 被搶了一個 這個占CD打中以後沒有追加 好 沒有暴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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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CD反 然後現在的話 庫拉只剩下不到一百血 那小虎的話 還可以磨 對 小虎是抓緊機會撐氣 然後拉開距離 他就是要有支援 對 那同時也要保證不要被對手打破 對 他要擺持他的血量 還有小虎的一個 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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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B 終於拿下 那現在面對的是第二個上場的K K K這個角色也是一個牽制垃圾戰的角色 這要在立回當中找機會 對 然後確認一個清角的暴逼 然後開始踢波 然後開場爆掉一個BC 放飛行道具 放飛行道具 然後這個 河虎抓到一個機會 喔 一個大連斷 這個連斷我也會 而且不失手 哈哈 那證明 那證明這是一個迷宮連 但是要打中文才有用 對 好 把別人在一個BC連 他不捨自 沒有能量 是 是 後面沒有辦法帶入必殺 就讀了一點能量 一失誤來磨血 再一次壓制 那這裡的話 K只剩下一絲血 小虎有機會越打越多血 所以的話拉開距離了 喔 又有失誤 一個新版本 新版本特別容易失誤 對對對 特別容易失誤 以後 跳波成功 那這裡的話 小虎成功保住了不知火舞的血量 哇 可以看見這個 對 老叔說K好像當了血瓶 是啊 當了當了血瓶 好像不知火舞現在快滿血 可以看見 這個是小虎的賽點 小虎只要拿下這一盤的話 就已經拿下了A 拿下了M 開場之後雙方血量持平 這個版本的K還是略弱 不過八神是真的很強 不知火舞又比較克制八神 就打起來的話 力圖方面不知火舞 哎呀 這一個 下比起手的BC連 拿到下面 剛好沒有資源了 只能繼續磨血 繼續壓制 一直以來就有的 哇 這個小虎真的是游走 太溜了 小虎現在已經 打到M只剩下三百血的樣子 M爆了一個 防住 一個爆BC 進場 逃跑 這個他家逃跑 這裡 這裡的話資源有點少 只帶了一個必殺 小虎的血量還是有 差不多 哇 跳CD 百合者翻牌了 沒有防住 沒有防住 這個板 跳CD以後是加征 加征以後的一個小跳百合者 沒有防住 直接翻牌了 會不會 小虎不會上樣 我昨天的悲劇吧 每次都是我先贏一盤 然後被人家翻牌 小虎的那個韌性也 的確非常的強 剛才差一點點 一跳 差一點 反挑人的情況下 差一點反挑三 其實他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小虎隊 如果遇到這種殘局的話 他有一個辦法 就是他保資源 保血 他有可能會有辦法 他會 就是把距離車拉開 是 然後 一個辦法跟米利 剛剛說沒有的 現在馬上有了 調整過來了 有反應 他推到大寶先 對 空中有反應 空中你還取消那個 反耀拳的話 好 沒問題 搶空 搶到了以後 大寶劍的一個魔血 然後雙馬血量還是持平的 這裡的話 庫拉的一個跳入 連續的把 連續的跳入 把小虎壓在板邊 庫拉這個跳低的 判定非常好 很厲害 直接必殺對空 漂亮的 這個必殺對空 有點裸殺 厲害 避殺對空 以後現在小虎拿到了一點點的 血量的優勢 但是 兩格氣的庫拉那一點點 血不算血了 他如果真的破防的話 會一下把你帶走的 是啊 雙方都是碰一下就可以 帶走對手 這個打點有點高了 一個跳心 打點太高沒有辦法連斷 哇這個 跳跳虎這個力回 真的可以啊 拉距離的這個 這個移動龜 這個功夫 這個功夫 功力很深厚 非常可以 其實雙方都是這種打法 M也是防守型的玩家 全皇玩家 基本上都是這樣 沒有全皇很多進攻玩家 但是M是打防守的 然後小虎也是打防守的 對小虎 M還有 還有增加震吧 我看他們三個人的打法 都是很類似的 防守型的玩家 很類似的 這個打空了沒有生 看看誰贏血 最後三秒鐘 插招成功 一個反搖角直接插招了 換了我我也升了 對 必須升啊 沒時間了 必須升 那M的話也是 剛才是有點貪心 他其實他只要跑的話 跑三秒鐘就贏了 是啊 他是有點貪心 想拿下他加多點點血 加多點點血 加多點點血 加多點點氣 應該是加氣 然後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想法 突然被插了一招 然後反而被小虎翻盤 那小虎再次拿下 第一個首發的那個 兔拉 哇這個下輕 2B也可以 也可以過波 那個下輕腳 哇靠那個 鋼CD 如果防住的話 可以缺反一個輕腳 帶入BC臉 小虎一個踩波 小虎的 一般你這樣發波 他跟你來個量身定罩的小跳 這個過波也很漂亮 下B 感覺這個 練心這個角色 過飛行道具的能力非常強啊 小跳可以過 2B也可以過 你看 這一點點血 晃了30秒 有三個氣的支援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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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 佩服佩服 好 看看 哇這個 太溜了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晉升太深 等了40秒 就是等著一下 我直接帶出覺醒 好痛 沒想到世界冠軍也上道了 也著了跳跳虎的道 可以可以 剛才那個晉升的蝦皮波波 終於等到機會了 算我在想 這兩個人40秒 都沒有碰過人啊 一碰就不得了 已經指揮票價了 虧了虧了 那個M絕對虧了 虧大了 你看那麼多血 磨了40秒 然後一發入魂啊 M講 放鬆了警惕 對 放鬆了警惕 絕對虧大了 師娘 一個能量的師娘 兩個防守型的玩家 哪一方有血量的優勢 另一方就會有麻煩 好 這裡師娘也是跟 跟練習一樣 小跳可以過飛行道具 非常容易過 那個跳躍的軌跡非常好 而且他的 打擊的範圍也很大 所以這個正要輕腳 對 有辦法在中距離直接 把K的發佈 然後這個經濟獨立 然後操縱機 你看他經濟獨立 你想跑過去 一個CD就串你臉上 久久全勳的感覺 對對對 有點像那個全勳 然後這裡的話是 小虎啊 小虎再一次到賽點 對方只剩下一個八神 那是 八神二打一的一個局面 有滿血的師娘 加不出火舞打八神 直接開b 開bc 裸開bc 求傷害 就是 求摸 摸到一次就一個大連陣 看到沒有機會 一個搶空 好 一級獨立 垂直跳CD 垂直跳CD的防空 防住了以後 現在血量領先了 八神搶空 這個蝦B沒有確認 被小虎打個逆向 哇小虎這個 前前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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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哇 鮑魚殺 他是在跑動的時候直接過波 這個這個用覺醒過波的話 小虎瞬間沒血了 M瞬間沒血了 直接前青甲下了 一個中段 對 現在要打個中段 M的話只剩下50血 摸到了一個下青甲 這個肯定不會帶覺醒的 因為 肯定要帶 必須要帶 不是他不能帶覺醒 然後後面還有兩個 後面還有個滿血不治活舞 要拿 中段拿下 那就是殘血的八神 打小虎的滿血不治活舞 雙方都是兩個人 資源都是一樣的 都是兩個氣 但是八神沒有血 但八神這個角色 你們可以小去 因為他 只要有資源 就有可能打出高傷 有傷害 來了 站 又動了 哇 這個球狀把血量追上來了 你看那個瞬間就追回來了 馬上追上來了 血量 哇在八秒鐘 起身還有折 不之後我 直接飛彈牆逃跑 AB AB滾 滾掉了以後 雙方都沒血 太精彩了 八神有那個 好跟著波跑 沒有成功 哇 戰低防空 一個戰低防空 等一下給你們看一下 等一下給你們看一下 對 非常有趣 好 那第一場先開打了 沒有一開場 就是尤里內戰 結果一開場 反修力對賣桌 對 反修力對賣桌 水魚是用 呃 尤里開場 是因為尤里不需要支援 然後 然後 增加震用賣桌 開場 估計是賣桌可以斬支援 他磨氣相當快 這個角色 水魚打 這個賣桌 對策還是很好的 平時有人會玩在廣州 他自己之前也用 對 他是有玩過這個角色 有玩這個角色 還是很了解的 那拉開距離發波 以後 賣桌這個波的話 賣桌這個波的話 主要是他的波的那個判定比較大 然後賣桌會跟在他的波後面 然後你一跳我就下重拳 對 對 哇 但這裡水魚是打得很有經驗 就是 賣桌拉開距離 他一點都不跳波 他根本就不急 這個五滴確認了一個BC失誤了 對 哇 看著他發波 跳過去還是中啊 對 發波速度有點快 這裡有你也命中的一個波 雙方沒血 哇 水魚一個中距離的神之生龍 沒有神中 對這個謎之生龍 水魚生龍 對中距離的一個拗生 然後沒有拗中 沒有拗到 被帶走了以後 第二個上場的是 紅丸 紅丸對賣桌 賣桌 對 紅丸還是挺克賣桌的 因為 紅丸的跳躍比較 軌跡比較好 非常容易跳過他的 飛行道去 剛剛一個搶空成功 以後的一個左右者 哇 兩個能量一發入魂 跑動當中的過波 對 這個是用兩個能量的正搖正搖腳 是 必殺過波 是在紅丸跑動當中 直接確認了 然後這個是一個很漂亮的過波 紅丸對 板丘利 紅丸對游泥 會不會被板丘利這個 下C 那他要看他跳不跳 他不跳 不可能不跳 可能會跳的 來一個中距離 他們跳的位置很好 爆了一個BC 熱確反 是不是新版本比較難連 剛才沒有連上那個BC 會比上個版本難連一點 那可能是要操作一個小小失誤 欸 這又是一個失誤 下C直接開PC 推出來 好 也是裸用指令頭去立 哇 這個 確認對空 原來增加正 昇龍也不錯 血量是10坪了 後跳火黃拳 哇 這個下C 進攻性下C 對 增加正的游里的壓制能力挺強 對 游走跟游擊戰跟那個 對 你不要進身壓制以後 他的攻勢很猛 現在時間還剩下 20秒左右的時間 進身一個 打頭啊這個 連續兩個後AB 一個 直跳D的一個防空直接拿下 主要是水魚剛才一個 確反失誤啊 剛才 生龍 不然可以帶他 旁邊 孩子倒有點急了 水魚沒有急了 孩子倒急了 在那裡開始交對策了 對 開始獨對策 對 這個鼻子 開場大破什麼鬼 大黃拳 是操作失誤嗎 應該是 應該是失誤了 就是不小心拉到了一個前 我知道 可能是前前發波啊 對 拉了一個後的大半咬 就180度的半咬 那這個機會直接被水魚抓住秒殺 那就是雙方又再回到同個起跑線了 好雙方又回到同個起跑線 對 支援誰有力啊 支援是水魚有兩個器 現在 兩器對兩器一樣 但是利安娜這個版本 雖然5C的範圍被削了一點 是 但是還是S級的角色 好 金管掌了一個跑頭 金家潘 下次下滴少倒以後 現在水量是水魚有一點點的領先 好 小跳C 雙方都在找機會近身啊 哇這個金家潘這個前跳C 對阿娜這個後滾的距離 哇這個 我一直提前爆掉Bc 看他那個鳳凰角可以出來的帥呆啦 沒有他的Bc提前爆掉了 剛才那一下沒有辦法連接招 忙中出錯 對 哇這個小跳CB肯定是 是 蹲在那裡對手蹲著肯定是過不去的 雙方雪亮持平 好 哇 戰犀打中的確認 要帶走嗎沒有帶走 還已經失血 蹲在那裡一個失誤啊 連招失誤 哇 再一個戰B打到了AB啊 直接追了一個 Bc CD 然後 46 46 EX46 B 剛才連招失誤以後 水魚是一個AB躲折 然後他追了這個AB啊 直接上C 追了上去 1比0 增加震 顯顯拿下水魚 那看一下雙方要不要做調整了 好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換牌法 也沒有換人啊 好像是要換人嗎 直接開始 沒有直接開始了 直接開始了 1比0暫時是增加震領先 屬於 好雙方丟波 好水魚又去跳波啊 又是脈搓打波聲的時候 對又是脈搓波聲時間 好下C 升龍腳 派升3B的一個壓制啊 我發現雙方追 追版邊AB的那個意思都非常好 基本上沒有給你AB出來的機會 基本上都是要被打的 對 你要免費AB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打網站啊 網站那個是神奇 哇這個 小跳D那個打點非常好 是 這個打點就剛好 賣出沒有辦法 對 哦板邊 但也找到一個機會 帶弱 兩氣一個 兩氣超殺 帶弱帶完以後 現在是血量追上來了 增加這 哎呀逆向 哇這個跳D有點像那個 98克里斯那個 對 他遠距離一個大跳 但居然是打逆向了 然後這一下 增加震領以為是正向 對 非常難看見 看他的打點 好這裡打一場 尤里的內戰啊 就是增加震的尤里 終於對到了居於 兩個用尤里的 都是頂級水平的尤里 頂級水平啊 對 然後就終於對上了 那居於的血量有點少了 哇這個逆向生龍 厲害 這個全黃的逆向生龍 跟街霸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要真的朝那個方向生龍 對 就真的要朝那個方向生龍 對 好這裡一個跳D 還是增加震拿下來 應該可以加滿血 應該可以加滿 十四 贏了一個人以後 加血加的特別多 好紅丸隊有力 紅丸隊有力是 雙方的中間站啊 黑光拳啊 黑光拳啊 邊邊剛好插中了 那個殘留判定 非常久 你想打的收招 直接就會被電一下 是 下A對空 下A對空 比較少見 好對方還你下C 左右折折到 但是沒有確認連招 那這裡的話 水域滿資源 水域也在等機會啊 是 因為紅丸的連段 也是非常 非常傷啊 滿資源先把BC爆掉以後 拿一個壓制的機會 把你推到板邊 沒有壓制成功 那就自己退出來了 這個跳路 哦呦 想對空生龍 必殺 那個必殺的方向反了 很可惜 還有一個修正沒有 還有一個修正沒有 一個剛AB 一個剛AB的出板邊 然後水域還有兩氣的資源 打到一個逆向 到BC 紅華的BC連走400血 哇不止了 直接用兩個氣的 正下正下腳 對 直接帶必殺 那這裡的話是 水域把血量已經追上來了 下滴掃倒 哦 增加陣還是 房裡偷錢啊 要斬一下資源 嘿 果然 時間剩下10秒左右啊 哇 連段直接帶走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搶空成功以後的連段 直接帶走以後是 增加陣 逼出了水域的手底大將 金管掌 金管掌 然後金管掌的話對的是 油里 殘血的油里啊 但是不能小看油里的爆發 雖然是殘血 不到爆發力 油里一個能量可以打300 400 但是沒有給他機會啊 剛剛那個一個 增加陣的壓制機會是 直接起身的腳刀 直接把他打掉 那這裡還是發想 雙方的資源又是一樣的 對 滿血 三氣 對 相同的配置 增加陣的賽點 對 好 66A 66A 哇 這樣還中了那個 46C啊 是 殘留判定 比較持續 比較持久 是 好 5D確認啊 好一個大連段 這個大連段 走多 衝廣角 兩個去 一個大連段 打完以後 這個傷害還是很足啊 這個中段 沒有連銷成功 中段明明已經打中了 是 增加陣機會 追AB 下C追到了 但是沒有確認連段 那屬於趕緊拉開距離 因為現在已經 不需要打 不需要打什麼 修正啊 那些只要一個 對 就只要摸一下 跑頭 爆BC跑頭 爆BC跑頭 非常有想法 非常有想法 雙方再一次打平 雙方再一次暫停啊 1比1 增加陣有個調整的機會 還可以 誰能晉級 對 就看這盤啦 對 他們兩個聊得好開心啊 對對對 他們在聊天啊 好朋友 好朋友 1比1 雙方打成1比1 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雙方都是 非常了解對手 肯定是打得比較多的 這兩天搞機搞得不少 打得比較多的 應該打了很多 所以現在都非常了解 哇這個 迷之5B 千字技啊 踹中了就直接彈跳 那現在血量又是增加上的理線 欸這個打落地打得很漂亮啊 指定投 連續的指定投折 再一個普通投可以的 再一個 連投了4下 重傷 臉被打腫了 連的連投4下真的臉都腫了 是啊 指令投配合普通投啊 真的是 哇這個跳低 好詭異 是 很詭異的打到一個中距離打了一個逆向 我覺得 嘴魚自己都不知道是打點在哪裡 是 那要打完才確認是嗎 是 一般都是 那個打點就是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在正還在一 那就成功了 殘血拿下啊 這現在是 呃增加震的麥卓 殘血拿下 屬於的有理 那麥卓的爆發力也還可以 兩個能量也可以 有400血 是 他那個反搖角 被防以後 是麥卓先動 麥卓先動 麥卓加震啊 所以水魚也不敢搶 我以前打金素牙就是老是搶一下 然後就被金素牙打爆了 對 就被3比0了 重傷 那宰哥 宰哥 住了一圈王十四的管收 倒數第二的玩家 打不過金素牙 人家是會原諒你的 好 這一個 AB剛了以後 沒有辦法 直接去反那個反搖拳 是啊 繼續被麥卓磨血 那曾佳正的這個長血麥卓活了好久 是他活了好久 活了好久 活了好長時間 好 那這裡一個立向打中以後還是帶走了 那接下來上場是有理啊 有理對 紅丸的一個對決 紅丸對有力啊 對 雙方都在互相的力回牽扯 互相斬資源啊 誰都不敢 誰碰到第一次 第一次被人家猜到就要被人家什麼 屬於那個大跳是想打一個詭異點 就是 這個AB被人家猜到了 是 一套就帶走了 帶走了 網站的一個神技啊 AB 到了線下就是 一個大破綻 到線下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大破綻 他們每個人都有反應 直接缺了你AB 是一個正常練習的 那曾佳正在一次到賽點了 這一次的賽點有點不一樣 是他有兩個滿血的角色去打這個金管掌 好 武器對靈氣 五星的金管掌看有沒有發揮了 哇 這個前跳以後直接下西風 虎衛啊 那下西對空以後 然後用一個聖龍腳 欸 那個頭 對 進行個萬能追加 金管掌 欸又是跑頭啊 剛才是跑頭被打掉 反其用力的這個 三F三針下西非常強 金管掌機會 可惜剛好沒有了BC 哎呀缺煩啊 這個版本的鋼CD如果被防住的話 是一個 缺反來的 噢 缺反來的 所以像9798那樣 不斷鋼CD 是 沒風險的鋼CD是很少見的 就不用騙CD都可以缺反 對對對 就只要你防住了 又是一個下西 又是一個下西以後的這個追打 那這裡的話 水域有點危險了 只剩下一次雪的樣子 好 好 可以看見金家幫很難晉升啊 是 五滴被防了以後 真的晉升幾乎不多 這裡被破防了以後帶走了 直接帶走2比1 增加震拿下水魚 這 手底的不知火舞啊應該是 好不知火舞手 沒有沒有 好開場是用麻麻哈哈去打 草地驚 宇宙第一草 對這個麻麻哈 對 哇這森樓好像 打空了一個最正的 大人好 原地的跳CD守住 哇 哇這個套路 這個壓制好兇猛 宇宙第一草一上場就被壓的 動不了啊 他這個距離真的有魔法一樣 沒有辦法進去 哇你看 怎麼辦 然後再磨一下雪 哇真的是磨死了 那宇宙草第一燈是沒有發揮出來的 對開車開車開車 就撞死了 對 好大口一下子就被逼出了中間了 K 中間已經被逼出來了 用K來打麻麻哈哈 看著看也沒有辦法 至少也沒有辦法進3對 你看 他的那個EU加上 他自己本身的那個 一些對空的一些招式 然後很好都拉住的距離 大家都說 麻麻哈哈被削弱了 我怎麼看不出來被削弱了 感覺好強啊 感覺好強啊 哇這個EU 我根本 前跳過 對 根本過不去啊 他這個EU可以對空對地啊 這招失誤啊 新版本的原意失誤的這一招 再次被打到了一個 大概200血那個小連段了 打完以後啊 人的血量又追上來了 跳B 八口 追AB沒有追上這一個 用蝦皮去追AB 剛好連滾兩個補跳 麻麻哈哈 麻麻哈哈再次拉開距離 誒這次破防了 誒怎麼 誒連招掉了 誒連招掉了 誒這個中斷漂亮的 大膽的使用中斷機 還是拿下了麻麻哈哈 逼出了阿仁第二位的紅丸 開場相殺 哇再次跳波強攻 好直接升樓 知道你在正面 直接升必殺 誒我怎麼覺得 大口這個K 不要用BC會比 用BC要厲害一點的 就散打更強一點 哦這個雷光全是 剛剛這個必殺雷光全是失誤吧 應該是 然後中距離發了一個 再被大口打一套 好大口馬上打我臉啊 馬上來個連招不失誤 重傷 誒剛才你說什麼來著 我剛剛說什麼來著 連招失誤對不對 對連招失誤 馬上打臉 馬上載哥的臉 比剛才腫了一點點了 重傷 那這裡的話是 已經逼出阿仁手底的不知火舞 大口這個K立回不錯 好然後馬上被打中了 這個小跳的跳入成功 好直接C帶操臂啊 打死再說 他應該可以防死 這是一個研究過的安全跳 前AB然後垂直小跳 B 對他這個還要折嘛 他如果不按鍵是下段的 所以剛才大口以為他要打下段 一般不會打下段 打下段容易被投 只剩下一個滿血的八神 然後大家回到同個起跑線 大口稍微有一點點的優勢 他的資源比較多一點點 好但八神只要 昏著火舞只有900血 一般的正常角色是1000血 應該就像這樣 又失誤 必須連得失誤 好 上D打中但是在空中 大口也沒有爆BC 哇這個 在打98嗎 是他前走下B了 98的話經常有這招 這個AB被追到 阿仁追到這個AB繼續打 那個BC連直接帶走 這個AB追得漂亮啊 就一個後滾馬上追上來 是的是的 1比0阿仁領先 好大口為了便當啊 要贏啊 是吧 呵呵呵 展哥的預言這麼快嗎 呵呵呵 啊要換人 阿仁要換一下人啊 阿仁是拿槍可以換的 不能換 不能換 不能換人 沒有換人 換場地嗎 哦 換場地沒有換人 沒有換人 對那個賽制的話 一般都是 如果你輸了那把 你可以去換人 是 贏的話就不能換人 好大口 脫塞 民私苦想 好那這裡的話 是大口也沒有更換陣容 是直接用原本的陣容做調整 好雙方 那就是 開場還是 草地 來對這個 麻麻哈哈 阿仁到底什麼時候出 什麼 那個那個阿仁 那個 那扎那度 爸爸抱是吧 很少用 很少用 他們問什麼時候出 阿仁也是自己也在不斷地找機會出 這個角色 好看看 宇宙第一潮有沒有調整啊 是 剛才第一盤宇宙草是沒有發揮出來的 好像完全被壓著 你看又來了 又來了 哇這好像 它這個左右 它這樣滑場可以產生 它那是偷真的狀 就是這樣滑過來 它尖端碰到你 它是先動的 對 它就那麼 車過來 就那麼撞過來 前面還試過被它這樣慘空打的一個律下 哇 然後 開PC 強硬來 對 然後他繼續反面的壓制 宇宙草的話 血量不多 再被打到一個下B 帶走了 這個連段 草已經完全沒有壓制的機會 是 阿仁的每個 就每一次打中的 確認了這個連段的傷害都挺高的 是啊 對 而且你被它撞中一次 然後它就可以reset 就可以打印一個修正 再可以壓你一次 哇你看就像這樣 你看阿仁的 它就強開 馬媽哈 馬媽哈在昨天打世界冠軍的時候發揮就不錯了 對對對 馬媽哈的確是很難晉身的一個角色 是不是大狗打這個角色對賽還是不足啊 是 那連續的被壓制 大狗在馬邊 哇 你看他厚厚還可以 還可以全身而退啊 呵呵呵 這真是盡可攻 退可守啊 那你你往前跳的就放音 主要是他這個 呃 音是有軌跡的 沒有辦法很正常的態度 是啊 哇 哇 你的AB過去直接的 還 其實他的普通頭還可以搶到 AB的時候都還沒有放音啊 但是 但是 一滾過去已經可以搶頭了 糟糕 我已經看到一大波心理醫生了 好 一比一大波心理醫生60秒後趕到現場了 好 不用60秒了 好 那現在看怎麼樣 好 五滴確認了 八神這個角色還是什麼都有可能 對 你看 一個連段就打掉700去了 是 非常疼 真的是剛好700 對 這700血的傷害能不能直接 就是拿下這一團還成問題 阿仁也是打得很實惠啊 就是求傷害 就是不保存能量 這是最後一個角色 對對對 最後一個對手 最後一個 只要打掉他的血就贏了 你只要打掉他一點 他就是少一點 然後 每一燈都是阿仁的賽點 好又上音 哇這上音躲飛行道具啊 是 就現在每一燈都是阿仁的賽點 好難打 是 我看見都 都恐怖啊 我上可能被一跳21啊 我一跳21是什麼鬼 就是一個媽媽哈哈 每判都是一跳3 一個一個跳D拿下媽媽哈哈以後是 面對的是阿仁中間的紅丸 難打 好 我們還有四個能量 是 對 爆了BC以後有個小失誤 沒有太大的影響了 結果還是在 我的玉毒的 對空雷光拳啊 對了好久 然後知道 我也知道你要跳了 指令頭 出去摸板邊 生龍避殺 大口還是有一線生機啊 大口打掉了紅丸的泛雪 板邊壓制追AB 這個追AB慢了一點點 一眼的百合則跳太遠了 Flash 哦 一個戰兵拿下 標配 成功人士必須有個八三啊 不是他那個世界冠軍標配吧 那小孩也是這一套了對不對 成功人士標配啊 比里 比里隊哭了 對 昨天的那個 昨天 一T隊增加陣吧 對 代表哥的那個 同鄉對戰 大門克拉克 克拉克武郎 給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 是的 好像大門一樣的克拉克 好那現在開場比里的話是想拉開距離 但是小孩壓得非常 小孩這個生活好準啊 他的攻勢很猛 所以的話距離沒有拉開 直接把 呃大表哥的比里壓死 然後這裡的話一定要出大門克拉克 直接 波就帶走了 對 沒得動 好 克拉克 廣州這邊 克拉克好像 玩家不多啊 是 幾乎沒有見過 國際比賽也不多 他就是 大表哥的這個非常破裂 很有個性的 主要是2.0 加強啊 你看這個 直接一個低頭壓你起身 鋼蹄指令頭 鋼蹄指令頭 你起身一點就中 然後打中以後再代入必殺 傷害非常的可觀 還可以代必殺 至少打掉四哥 是 400血左右 呵呵呵 呵呵呵 欸 一個跳4B強到 再一次精神 哇 下請搶請搶 46P 真的大門克拉克一出來 可以 什麼叫大門克拉克 這是什麼梗啊 就是他昨天那個好像一堵牆的 要慢慢的靠近 然後就鋼蹄啊 死定頭啊 藍之殺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藍之殺 反正有 怎麼會有藍之殺 反正就 全屏藍之殺嗎 很有大門的那個感覺 還要是97版本的大門 如果97玩家看了這個角色有FU的話 可以練一下 可以練一下 好 怎麼還有個單腳跳 欸 好 又可以練個必殺 還沒有帶 沒有帶 哇 重拳前傾角 慢絕拳 哇 三個能量 要這麼痛啊 要 真的有點疼囉 沒血了 那孩子腦子剩下100多血 有沒有機會破防 就看這項 哇 你跳背 跳背 他直接投你 對 你跳背啊 你跳背直接不跑 他直接指定投 他有鋼體他不怕 反正就抽了 這個是練過的 就街霸武又有這招 街霸武又有這招 直接打出了孩子腦手底的八神 不能小看 昨天的話就是100血的八神打掉兩個人 是打那個MOTOKING 摩托王 打掉兩個人 香港摩托王 好生龍 生龍帶入必殺 中鬼騷 然後帶兩氣八字 你了 傷害也還蠻可觀的 是 大概有 接近400 還想打個百合折 直接跑前 哇 表哥好實惠啊 有傷害就要傷害 有傷害就要傷害 什麼能量 我是絕對不留的 是 好 大寶哥太奔放了 這個 跑太久了 前前跑太久了 是 那就終於拿下了這個克拉克武郎 那接下來是八神對紅丸的一個對決 綠衣紅丸 對 非常有個性的一個服裝 好 小孩的血還是很多啊 相比昨天的100血 今天這個 多了不少 可以翻幾次了 好 好 差了一個大傷害 哇 這秀的飛起啊 EX EX那個真空騙手機 EXT 然後普通T EXT 小孩抓得很準啊 好 又是最後100血 輸 打點太高 這下中角什麼 神明一隻下地啊 旋風沒有抓到 哇 哇 可以抵兩三個飛行道具 可以看見 這個是EX波剛好就抵掉了 就直接 對波不成功 是EX波剛好就抵掉了 就直接 對波不成功 然後一比零是 大表 最後那個連段 有點傷了 主要是大門克拉克的發揮太亮眼了 對對對那個 拔掉了兩個半人 但我覺得你發現大表哥這個配置其實 很科學啊 對 他克拉克就打傷害 用能量打 對對對 但是最後一個手底的紅丸 一個能量也可以打出 還不錯的傷害 是啊紅丸的話 保底400 就紅丸不需要太多的支援 一個能量就夠了 支援可以全部給克拉克都沒所謂 所以很科學的 除了第一個B力好像不太可學 對 哇這個 好詭異啊 這個跳C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 他又到了 打你 直接跳你後腦勺 對 你看 小孩也吃 哇 EX桶 EX桶 再EX桶 再嚇死 上一把沒有拉到這麼好的距離 這一把的距離拉得真的好 原來這麼強 看來很科學啊 看來比例開場 我剛才說錯了 我還以為這個 不科學啊 對 看來是我 孤魯寡魂 孤魯寡魂 開場的CP 直接打到萬多 沒打中 昇龍 搶了個重的對空啊 小孩也現在要 適當的打兇一點了 是 下級對空 打立下 打一個正向 這個正向打空 打空以後直接被小孩 欸 好小孩以為自己到了板邊啊 是 就很容易會有這個失誤 我自己用過K我就知道 是眾生打錯了方向 不是 就那個你以為到了板邊 你就要 搖正面嘛 一般的是 不到 不到正面的話 你就會搖反面 對 好小孩也求傷害啊 小孩這個生龍CA 好像是一個制勝法寶 生龍必殺不是CA 喔對 生龍必殺 街霸無打多了 那個 生龍超必 對 聲龍必殺 再拿下來了 現在是B出了 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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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es gent 總的指令頭就是300假 是 接近400 這個 比全化 gör That economic 還要巠峰 好傷啊 比97的藍子3厲害多啊 對 又是指令頭啊 又是拳衝的一個指令頭 小孩直接一個小跳 反搖腳 小孩這個後後 他以為科拉克要跟他搶空戰 所以按跳D按得特別早 誰知道直接被挖了個下盤 小孩也被逼上了最後一個大將 哇 下青腳 又是一個四百血的指令頭 小孩差不多有個五星的八神準備可以用了 看怎麼發揮 好 這個五滴 五滴確認 確認得非常準 後面沒有用支援了 後後前前跑 好兩套 還好還好 加血還是紅地加回來接近滿血 所以八神基本上沒傷血 基本上還有九百血 九百血對一千血 好像紅丸也是九百血 紅丸這麼少血 對好像紅丸是很少血 那就是到了表哥的賽點了 表哥現在都是在打賽點的 哇 這個5C 那我想起了九八的那個八神的5C 也是這個判定 把那個逆向的紅丸給拿回來正向 又是生龍 兩氣必殺 好 但現在 五星紅丸他都裸傷也是很強的 卡了EX頭 哇 帶一個強化必殺 帶完以後 哇 直接剛正面 還知道 這個好剛啊 起身起身 哇 前前前前前前 虛晃 虛晃以後就直接帶走 那比分打成一比一平 小孩的八神一打二 一打二 一打二 雙方都來到了最後一盤 決勝盤 決勝局了 那表哥有個換人機會 不知道要不要換人 好像直接就開始了 1.1的開始了 沒有換人 還是剛才的比例首發 那小孩還是剛才的那個 成功人士標配啊 卡力向這次會防了 這一次 防住 這次會防啊 對 你第一次見的話 吐了什麼鬼 第一次連吃了三四下 直接捅你後腦槽 這個大聲龍 生的有點意識流了 不是 他是連招 連招 可能就 反應那裡 這個反應好快 剛剛一個垂直小跳 直接被小生龍打下來 好 再逼 小生龍打空 這下帶走了嗎 直接帶走一個BC連 如果還有一下扯過來 然後下C 就是你再多一格血也是死 也是死 也是死 傷害好高 好高啊 逼出了小孩了K 這空戰這麼強 那我想起了02的那個比里啊 02的棍手也是這麼厲害 比里一直都是在中野距離非常強大的一個角色 就是他主要是一些近身卡招 會比較慢一點 你還是血量比較低的 相殺 那血量方面還是 大表哥拿到一個領先了 那小孩的這個時間速 這個K的話 到開場上現在近身機會不多 抓住一個對空的機會 直接帶必殺了 帶完必殺以後是 把表哥推到板邊 表哥打逆向 到BC打逆向 打中了但打點有點高 可以嗎 直接必殺對空 WKO 拼了個DKO 好啦好啦 孩子倒要用八神翻盤了 又只剩下八神一打二的一個情況 冷汗 看看這個克拉克五郎 要對著大門克拉克五郎 克拉克五郎 太厲害了這個 拳腳好快 滯空也快 搶空也快 跳CD更快 哇直接搶頭 打點太高 直接搶那個Reversal的指令頭 好傷好傷 他有力殺以後現在血量不多 好這小跳百合折還是 就你心裡是知道他 這個版本這個百合折是加強 但有時候會忍不住掏在下面 看他出招出的特別快 哇這指令頭躲掉了 剛剛這個指令頭如果抓中小孩就沒有了 大心臟大心臟 大心臟 哇 再一個鋼鐵 大表哥直接想拼一個正搖中角 對沒有跑起來就被打死了 直接一個暫滴 那小孩還保住了不少的血量 好血量還不少的 那這裡是紅丸 一個四星的紅丸 打一個兩星的八神 八神還有 哇這個插合 血量吹上來了 神之插合啊 這個五滴 就比你強一點 血量吹上來了 哎 表哥點到了一個二B 這個二B大概要打到小孩殘血了 哇 帶走 直接覺醒啊 帶住覺醒 直接帶走啊 表哥 表哥表哥 深深的握手 老激動 整頭君呢 我叫他 發售日期啊 全霸的工作人員走出來了 5月18號 5月18號發售日期 全霸PS4的專用搖桿 Q2 Q3 Q5 5月18號 想買的現在可以存點錢 想買的可以存點錢啊 現在吃點饅頭鹹菜 好開場以後是曾嘉正搶攻 然後大口的宇宙草面皮加板邊 抓到一個機會荒咬 一個荒咬 左右手 哎呀直接指令頭破車 起身搶 指令頭嗎 又是指令頭 中了那個指令頭以後 他那個 血量有點少了現在 大跳低啊 那個打點剛剛好 然後這個漂亮的復活 就是大口平常自己研究出來的東西 是 一個複合追AB直接追上 追上以後是增加真的血量也不多 再一次被打中斷 PC失誤很可惜 剛剛沒有失誤應該帶走 下CEX 反身龍腳 對 沒有出來啊 打350血應該可以吧 絕對絕對可以帶走 絕對絕對 350血 下CEX 反 反身龍腳 對 好看一下大口的K啊 閃打K 哇這槍好虧啊 剛才明明可以帶走 突然多了一個半血的游泳 好啦不要想啦 反正不輸都輸了 然後 想好下一個怎麼打 跳路 下C 這個對空好強 好這個波動的距離卡得還不錯 剛剛一個 八口連接亞素想搶空直接被打 這裡抓到一個生命傷 中斷跳過 好勇敢啊 這個6B用的好勇敢 那個中斷 可得 好枕頭軍隊K啊 是 那明天 明天軍也是 呃 之前在比賽當中看增加症有用過的 對 對他甚至用過這個角色手底 應該非常有信心 對 那開場的枕頭牽制慢慢的把K推到板邊 欸這裡被大口打到一個下段以後 直接 帶入了BC連 這個BC連把血量追上來了 哇 連續的虛晃 大家都沒有出招 一個 跳B跳入了以後 打了一套BC連以後是 呃 增加症的明天軍拿到的血量的領先 哇 這個牽制 牽制力回 做得非常好 這個飛行道具非常慢的 那個速度慢的也非常大個 欸這裡一個必殺 這裡一個必殺 是用來打亂動的 沒有打中就直接被帶走了 那這裡已經見到了 手底的八神啊 增加症的明天軍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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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像絕招不法一樣的招 哇 兩發確認 打完以後是 血量又 大口血量進一步的減少 哇 大口這個16生龍 麻煩大了 帶走了 帶走了 直接帶走 那 呃明天軍直接一打二啊 那就是直接把大口 的這一盤直接拿下了 就是1-0暫時增加這領先大口 哇 怎麼感覺台灣選手這些 發現這個14這個2.0 是不是對 游擊戰特別占便宜啊 發現強攻好像有什麼大 台灣也不是各個游擊戰的 你看那個阿仁跟那個 大表哥是打中的 阿仁的那個 不一樣 對 融合在一起啊 只是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就是 可能往戰的話 更加更加流暢一點 他們打的往上會可能比 大陸選手更多 所以他們 見過的角色會有打法 可能更多一點 見過他們自己也會用 好又來了 又要跳低壓了 哇 大口都不敢擋了 哼 好這個5D確認了 5D確認了以後 血量追上來了 好荒咬壓板邊 壓就看這一波了 哇漂亮 逆槍的奈洛洛打起來以後 差一點點把遇到另外一頭 哇 哇 你用5D打我插合 我用5C打回你插合 也是用5C打插合 對 牙環牙 這個是 漂亮漂亮 這草地鏡好像好難打 要打 打麻麻哈哈也難打 打這個 蠻其有力也難打 好像沒有一個好打的 怎麼辦 沒有發揮出來 在沒有發揮出來 好 那看接下來打 可以打這個尤里 是什麼樣一個情況 好直接一個反搖拳 快 好被抓到了 帶走嗎 真的是帶走 不要省氣了 那完全拿下尤里 啊 關鍵還是得拿下 先不要省氣 對對對 不要省氣了 他們之前我問過一下那些KOF的選手 他們都說打尤里不要省氣 先拿下來再說 是啊 那個很磨人啊 哦 直接一個28C啊 28A 開場一個對空 剛剛現場的黃曉老師的一個消息啊 就是 進入四強以後會是搶三的 哦 四強搶三 四強開始 對 這場之後的比賽都是搶三啊 對 哇 這個是不透了 我真的見過 哎 哇 直接就跟你剛28 又再一次大口被壓碼見了 哇 這就剛啊 這就真的太了 大口也剛正面了 連續剛 這個中斷器 是啊 是啊 而且是自己也沒有氣 啊 一定按鍵的啦 對 手就升了 好 中家陣的不是火舞 所以K打不是火舞也不好打 是啊 就這種就是快速發波的打不是火舞都不太好打 是啊 哎 這下洞了 好 好 大口 也是用一個安定的 哎呀 也是這樣 跟剛才小孩也是這樣 就是以為自己到了板邊啊 但其實還差一丁點 是 大口 大口 這裡又拿回一盤 哎 全場在幫大口打氣啊 對對對 大口打回一盤以後是雙方再次打成一比一比啊 曾家陣要想一想啊 好 曾家陣再考慮 考慮一下 我的英雄池還有什麼東西沒有掏出來對不對 我掏出來給你看一下 掏出來 對 什麼東西才是掏出來給你看 哈哈哈 我讓你這麼堅挺啊 那果然是回到雪人畫面了 已經聽到雪人的聲音了 回到雪人畫面了 K-Dash嗎 K-Dash嗎 好棒 然後換到明天君 好 百合明天君 哎這不剛才的正眼 還有最後一個可能會變嗎 莉安娜 莉安娜 哎呀我這裡拿出了一個莉安娜 好像剛剛他看可能 用不知火舞手底 對 打大口好像 沒什麼優勢啊 哈哈哈 看著看著他的手法順序啊 那那 剛才一般開場的是用油理開場的 那 明天君應該是在排在第二的 那會不會是莉安娜手底現在 理論上應該是莉安娜 已經試了沙拉第一 已經看到了 莉安娜手底 沒有沒有他可以還沒有按嘛 他如果按圓圈交叉的就是 對對對 他也在思考 哎跟我想的一樣啊 什麼樣子 我剛說圓圈交叉就是 莉安娜第二嘛 就明天君手底 是的 厲害了 明天君手底 可能還是要出其不易吧 好 大口的草居 宇宙第一草 從來沒有贏過板機油力啊 就 在這個上面啊 那 根據 根據那個賭博的那個原理 對對對 就是你 什麼原理啊 那麼多把應該到我贏了 欸對我也是這麼說 賭了這麼多把應該到我贏了 應該是 是這個原理 應該是這樣 哇直接下青角 就直接光咬 是 光咬 用那個格擋去 火星森龍有 好 你看這個跳CD直接被輕生啊 玩了一個森龍 其實雙方的森龍反應都非常的厲害 對 都厲害 好 這一定做個中段 哎 果然是按根據那個賭博的原理 你前面賭贏了兩把這一把是不是該我賭贏了 對應該 大家咬骰子也應該到我 對不然就是黑店了 不然就是黑店了 哈哈哈哈 好 莉安娜對草地精啊 這個對局大口是練的比較多的 這個是剛剛掏出來的莉安娜啊 直接沒有 一直藏著沒拿出來用啊 這個對局大口自己練的也是挺多的 因為 上一個版本嘛 莉安娜非常強勢啊 是 雖然這個版本也很強勢啊 哈哈哈哈 是有練過 我也看到練過 不會打莉安娜的話就很難打 跳舞CG 打康了以後的一個奈洛洛 砸倒以後繼續走 沒有折到 血量還是增加正有領先優勢 哦呦 這一個特殊劇直接挖下的挖中 打到另外一頭的版面 非常安定 左右折 沒有折到 但血量已經反超了 大口的血量反超 對手的防禦也是很不錯的 宇宙草終於要飛去宇宙啊 宇宙草 又是荒腦殼擋 這個戰士應該可以帶走 直接帶走 那這一波宇宙草終於發回來了 對 賺大了 賺大了 打掉了一個半人 對 剛剛出場的利安娜 一個大半人 一個大半人 好那 中間的K 占據很大的優勢 來打利安娜 直接手刀 一個手刀 一格血 好 這是兩個能量的B殺 非常殺 還可以折你一次 好不敢折 這個中段很大難 連招失誤 這個AB被吹了 這個AB 然後直接打死 那大口到賽點了 法蘭斯落後的大口先到賽點 是的 是 就看這把 剛不剛得住明天軍啊 對 明天軍手底 一個能量的明天軍 很有知識 因為剛才打明天軍 打大口的話 是有點不適 對 所以的話 這是直接用來手底的 那什麼 28P嗎 哇 三連28P啊 你不過來就加戲 你不過來 空中反搖角 過波 到把爹了 下方挖中 挖中以後 一個BEC連直接打空 哇 這麼傷的嗎 明天軍滿血拿下大口的 K 這麼傷嗎 這個連招 不過大口不怕 五個能量 武器八神啊 碰一碰就 碰一碰就 碰一碰就贏了 真的是五星八神 五星八神 所以也是開場搶攻啊 大口開場就往前鋪 好 雙方都來到賽點了 哇 原來這裡有個復合啊 好恐怖啊 我追到了一個AB 很可怕 哇 近身 用一個BEC連 大口掉了半血 這個 武器打中 有沒有機會 來了 帶爪子 奧義 他沒有用 沒有用 大口很有耐心 再次把奧義長下來 看來是要下一招要打死的 順著枕頭走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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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穿過沒有 這個穿過沒有 沒有缺乏 奧了一個惡霸沒有被缺乏 再奧 再一個惡霸對空 PC沒有 終於等到你 剛才很可惜啊 大口的一個 二批的小虎馬上開場 宰哥發紅包是什麼狗 是囉 好我們來看比賽啊 一批小孩對二批的小虎說這 對 開場主要是小虎強攻敏感性 好小虎一關的在壓制 小孩凹了一個小生龍 小孩現在會凹生龍 很少見啊 是 兩個都交出了不一樣的 那個不尋常的打法 可能小虎覺得雙方練的比較多啊 所以單純的移動龜可能 會不會受效的 好 這個戰B也是蠻不錯的 不輸這個酷了 慢慢的戰B把血量反超了 挺感性的 那個血量就這樣 一點一點的撐上去了 沒有確認 或者什麼啊 我們這裡被戰B確認了一個B系連小虎帶B殺 可以踩一腳 直接把攻血 一腳踩死 一腳踩死 好那這裡的話是小虎先拿下 二批這個角色叫 官方的名字叫練星啊 練星 但我們一般 你看見他的那個大寶劍沒有 那麼大的一把寶劍 對我們就叫他大寶劍 就叫大寶劍了 真名的話是叫練星啊 真名是浪火 浪火會練星啊 不過小孩子的資源還是很多 一個是新的K啊 哎呀沒有確認連招 他沒有想到會打中 打點還是有點高 他打了一個那個跳死以後 下滴來不及 好這一次可以連招了 跳滴打中 哎 哎 哎 又是真的一槍的判斷失誤 好詭異啊 怎麼老是不這樣 板邊大寶劍的B系連打完以後 小孩的血量已經掉了大概有半血了 我怎麼感覺K這個角色不太安定啊 那個連招 尤其是差不多到板邊的時候 下次到板邊又點個金錢 然後左右折穿了 然後左右折穿了 上次到板邊又點個金錢 不要連啊 好 好跳跳虎 真的是最後一點血最貴啊 最後一格血 最後一格血 這個戰兵戰兵也是很蹭血的一個東西 很蹭血啊 對 反正你碰不到他他碰得到你 是 每一下都讓你防一下 防著防著你的血量 防著防著你的血量 防著防著你就很防 好第二個小虎就是一個很剛的一個 師娘 師娘 師娘對K的 速度型角色 小孩還是一個四星K 哇這個時候被追打 小孩可能是講那個眾生龍啊 只要碰到你就是帶CA 師娘的BC連傷害有這麼高啊 剛才好像打了五百血的樣子 好大口在底下 DAMBALL啦 要丟BALL啦 大口已經拿出對策來了 對 可惜已經GG了 好 不過現在小孩是五星的八神啊 五星的八神 因為剛才K沒有機會用能量 沒有機會用 一個燒龍就死掉了 小孩也是省資源的一個連段 沒有 好帶走了 還好還好 限制了小虎的這個師娘的發揮啊 是 小虎這個師娘好像沒什麼作為啊 白雪打兩個人的 所以的話 這裡有一條雪的話應該夠用的啊 夠用 夠用 應該夠用的 可以打幾個人 小虎對 小虎的不知火舞也出場了 不知火舞是挺怕八神那個翻牌的 因為雪很少 雪很少 就是900雪 是 小虎提前爆了BC 哇這個 這個 是啊 一個放個扇子 然後EX的飛鼠之一 好 小孩也沒有帶兩氣的必殺 總支援 哇 戰B爆了BC 又要 又逆向 哇這次連那個波一起吃掉 傷害有點高 血量反超了 小虎的血量反超 戰隊 不確認的一個爆BC 沒有爆中 小虎再次晉升了一個 戰A復合BC 爆中了以後 直接連打 小孩只剩下100多血量 被娃兒超 防弹還是很穩定啊 可以下去 戰B缺斷連招 這一下血量要反超了 哦 死了 帶走 帶走了 直接 這就是我剛才預言過的 直接奧義帶走 八神的這個連段 非常疼 小虎搖了一下頭 拼命砸眼睛 剛才拼命大好機會 大好機會 怎麼突然就崩盤了 要想一下嗎 這裡小虎要想一下啊 八神這個真的傷啊 真的傷啊 一爪子就抓死了 瞬間爆炸來不及 瞬間爆炸來不及 真的一下子就小孩翻盤 那這裡的話 我們來看他雙方的第二局怎麼打 那開場是一個 練習的一個搶頭搶到 大口剛才這些爪子又不同了 高手的世界我們不懂 高手的世界我們不懂 小虎說平時在廣州我都沒認真的 小虎說 今天剛剛準備把那些 真本事拿出來 沒想到你竟然翻盤了 說藏了那麼久 就是等這一刻 沒想到 說藏了那麼久 就是等這一刻 沒想到 水量反超啊 那小虎 小虎的資源現在挺多的 但是沒有機會用啊 我們可以看見 小孩用那個 戰C啊 用的比較多 對 戰C的橫向判定比較大 你也比較容易搶 找到這裡 來了一個橫向判定更大的 這個 這是師娘 那師娘 打這個 庫拉的一個對決 開場庫拉的一個跳滴 搶到那是 打點有點高了 好 連段失誤啊 這個人也不太應該 不過無所謂 還撿回來一 還撿回來一套 還行 其實小孩 對這個師娘這個角色的性能 還是把握得很不錯的 因為他自己也用過一段時間 他的優缺點就是 熟知在其 了解 了解 所以你看他在立回當中 他也慢慢佔據了他的優勢 現在是他首發的庫拉 到現在為止 把師娘都還是 牽制得非常好的 小虎好像 一直沒有機會用 這個 空中車輪角太高了 下來以後是落後被缺反 他這個很容易掛到 逆向打左右折 所以 剛才小孩把距離拉得非常開 就是為了防止他這個近身折 那 也成功的防住 小孩的庫拉一打二 已經到了 一打二 小孩的賽點了 小孩的賽點 對已經到小孩賽點了 五星的不知火舞 但不要小 不要小去這個 五星的不知火舞 剛才 小虎的五星不知火舞 差一點就翻牌了 一個退後的虛晃來騙小虎的搶 我沒有看來 好 這個 先去 黏速 加氣 好難打 酷拉的一个打中断 跳C打中断 打中断 打点太高了 这个舞B确认啊 这个可以了 舞B确认应该可以 刚不带个C 不带个超B 带个超B应该直接收到 好啦 最后酷拉一跳三 但不要想 还是小孩拿下 小孩应该给 这个套路可以 这所有节奏带的不错 肯定是一位真心玩家胜利的这一盘 好好好 可以的 那接下来是 已经开打了 酷拉对有礼 好 这个场地还是 这音乐蛮好听啊 好像是96BOSS队的那个 96中BOSS场地啊 对 中BOSS场地 小孩第一跳入 好 全钱等着你跳啊 等着你大跳 哦 这个生龙怎么滚 这是一个骗生龙的一个安全跳啊 一生他就太防得住了 没有骗到小孩防了很多下 终于找了一个机会 AP逃出满边 慢慢的把曾家正推进去 其实虽然看起来血量多 其实资源够的话也是卖走的 哇 小孩队这招很有准备 直接挖你下面 诶 没有带走 他没有 刚才没有加B杀 没有加B杀 是想把资源省下来 资源很重要 很有信心 就是知道自己可以拿下 那又是小孩的翻盘啊 开场一个翻盘拿下呢 呃 增加震的首发以后面对的是 明天君啊 游离后面直接派明天君上来的话 有两个系的资源 我直接凹一个青生龙 跳波 哇 这个明天君的收波速度也挺快啊 对面也不含糊啊 直接一个28P也给你钢回来 哇 诶 看见没有 他好像是出了那个28P 但是被哭啦的一个跳C给打掉了 刚好打掉了 刚好打掉了 这个下C来不及收招吗 直接被枕头打中 对 来不及 感觉这个枕头君 这个明天君好像力 这个性能加强一些 这个版本有加强吗 对 上个版本没这么厉害 我都每次看到他好像要睡着的样子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加强了没有 到底强不强 也很少人用啊 很少人用啊 对 就是故意卖个破绽吗 刚刚一个EX之后就还熬到了EX 这还有个重置 重置的机会啊 修正 哇 带走了 直接带走 哇 这伤害 这伤害好高啊 虽然他是一个蓄力系的角色 神乐的姐姐 这明明是个男的 你在逗我吗 好 空中百列角 直接被抓下 下地的印子啊 好 圣龙 抢那个后头 不敢猜 知道他要凹那个 直接缺乏了这个凹以后 能不能带走 不带必杀肯定带不走 但有信心啊 支援有信心 好 有个跳膝拿下 那结果支援也是真的省到 那就是 双方回到同个起跑线 火舞 只剩下手底的火舞增加震 可以看见他把那个 位置控制得很好 导师压制的时候 就基本上把你可以选择的招 都控制在几招之内 只有两招之内 占低防空 导师压力 老生龙 这个跳路 其实要中距离一个小跳啊 没想到小孩的 然后再有一次机会 一个青角就赢了 结果是个中角 也肯定是赢了 来带必杀 漂亮漂亮漂亮 一比零 两招就收了不知火舞啊 真的八神打掉两个 对对 不知火舞跳的压力非常大 明天均打掉两个 只要被对空一次 带入一个两气的必杀 九百水龙之后 就直接躺下来 是直接躺 然后再中一个 随便什么起手的连招 1比0 小孩暂时拿到了领先的优势 正在阻止 那个台湾会师 台湾会师 最大障碍 小孩 最大障碍小孩 对对对 是 很远优势 连续的跳西地原地防空 那这里刚刚开场还是小孩的库拉 血量有一点点的落后 一个跳西打中的这个打点又有点高了 小孩站C确认了一个小连段 打完以后血压反召 这个站这个确认很漂亮 下C直接确认就是暴B.C 这是复合吗 这个打逆向没打中 直接被小孩确认了下B以后 暴B.C带走了 下B站B.C 这里的话首发还是被小孩的库拉拿下 排出中间的凌天君 刚才一打二的一个角色 非常的强烈 看那边 门口 哇这个46P摸甲 是 他这个图境 如果你发波的话刚好是穿波 如果你不发波有时打乱动鱼可以成功 反正有两发 看看这摸的成功率有点高 对 这个两发可以确认穿波或者 穿波打中以后确认必杀 那这里小孩也派出第二位的K 那明天君是刚才把孙女之间用完了 小孩这个众生龙 开始斩气了 开始斩气了 哇这个绝招步伐 经常可以摸到人 绝招步伐 看一下没有 他这招厉害就厉害在 他46P不派生的时候 他不能缺乏 你没有指令头你不能缺乏 他如果派生的话 你可以缺乏 就他一段不派生 对一段不派生 他虽然落后 但你缺乏不了他 可以了 连招失误啊 怎么回事 对那个连招性能不太了解 普通波EX波 跟着枕头走过来 压力好大 抢了个头 打逆向 哇这个跳逼 打逆向 打点很奇怪 很奇怪 又是明天君一打二有没有 每次都是一打二这个角色 这角色有点 有点出其不意的强 很诡异 那看小孩的 一拔绳能不能全身而退 全身而退 有点难有点难 那没打你一次还有那个特效 彩虹一样的特效 而且他这个波的判定很大 而且他输入也非常的慢 诶这是太近了 这个缺乏 看来还是有破绽 还是有破绽 好 下 还剩一隔血 诶这什么 什么招 绝对不让他下地 但是小孩其实也是对这个角色不了解 对刚开始不了解 但是小孩有一句名言就是 不会打不代表我要输 他不代表输 对 对 他经常打那种不会打的角色 然后 他靠反应把他归死 上上上 这样的是 事例比比皆是 对啊 哦那五滴对空 你看蹲在那里起不来 你看见没有 哦 哦 还有一次机会 肯定带不走啊 后面有招 哦 这个虚晃 我以为他要指力投 这个 我也是 所以这个AB刚出以后 应该可以带走 哦 直接一个yes 秦月银 瘦了 厉害厉害 2比0 小孩每次都被 小孩打不住火舞对着 真的好 是 他每次都被枕头一跳 好 好 比利打这个 马马哈哈 就是 娜可露露 是 比利打马马哈哈 两个都是距离上面 有魔法的角色 就是 很浑能 很浑能拉距离的两个 打了一个插盒很漂亮 刚刚那暂时直接一下子一打插盒 我发现阿仁这个马马哈哈 跟一般人用的不一样 对 一般的人就是瞎冲瞎撞 但阿仁这个 他什么时候自己撞了以后 自己有力 什么时候自己落后 他知道的很清楚 刚才大口就是这样 弄死的 大口就是那么死的 一般的可能是乱撞 刚刚有一个失误 打出了一个 大连段 一个能量大连段 A的一个连打 但发现 对着马马哈哈 他等着你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前跳 一前跳着他放音 对 那这里拿下了 呃 表哥开场的比例 大表哥的 克拉克武郎上场 对 开场连续的跳CBR 吃到满边 直接抓 好不犹豫的跑头 是啊 直接带走 只要你不是跳起来的话 都会中我任意 就算按键也被钢底 这么上 他应该带逼杀 直接败走了 那这里的话是满血拿下 马马哈哈 那阿仁呢 K要上场了 阿仁又这么主流的角色 是不是有点不习惯了 对我也有点不习惯了 再用K 3 3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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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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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制空拳一直都是克拉克的 然后他骗到你想跟他抢空的时候 他就套你下面 这个战术运用的很好 虽然没有连上 可能是下C 下C把对手推得太开了 又是这个中段 又是卖一个破绽 小跳CD 然后直接复合一个正如中角 好球伤害 阿伦昨天这个火舞是海银世界冠军的 所以的话也想看 躲指令头躲得很漂亮 连躲两个了 他躲了两个指令头两套大伤害的连段直接拿下了这个大门克拉克 好 好 一边带臂杀 表哥直接把阿伦打空血 阿伦抢到一个很关键的下B 没有连招 被打空血 左右手哪一边 猜猜 哪一边是猜中啊 没有血了 不知道后AB能不能躲开呢 这下防不住 表哥在偷笑 好抢三 这是1比0领先 1比0战士大表哥领先 金的炎是我的心 阿伦要想了 台下已经两个高手在分析 刚才那一下为什么会连不上 火舞的那个下B3D 因为他是用了下重拳 下重拳可能会推得开 推得远一点 台下的那个阿卓君啊 还有那个阿虎啊 很紧张啊 是杂纳度真的上场了 是你们千呼万话 真的是杂纳度 真的就是杂纳度 原来要在 就要在落后的时候才要神秘登场 这个角色 真是爸爸抱 是你们呼唤了很久的杂纳度真的上场了 阿伦真的上了那个杂纳度 对 好 那还是首发的马妈哈哈去打 呃大表哥的比例啊 啊 趴着本体上场 哈哈哈哈 爬爬抱角色 好这里开场的话 两个拉距离的角色都很 很有默契的把距离拉开 这个角色 体力打立下 打点有点高 没有点上 哇这个突进技真的没有扩张啊 好像是海魔啊 有时候是不利 哦 但有时候是有利 距离只要掌握好 就在尖端碰到你 好啦 那结果这一套B7连还是把马妈哈哈拿下啊 你们可以看到杂纳度上场 好杂纳度 爸爸抱啊 不知道会不会出奇不异呢 我真没 真没有见过有成熟 在比赛当中 而且是胜者组的决赛啊 用这个角色的 哇 天马流星旋 动作好搞笑 这叫什么 风车手 风车掌 一个风车手 慢慢的精神 AB 刚出版边 他两个可能都没打过这个角色 对对对 可能是 平 好了好了 风车手没有破战的 没有破战 而且对空也很容易跟他枪杀 杂纳度虽然速度不是太快的 破战很小 哇 这个风车手 对空又对地啊 还有对空的风车手 哇 CD凡 CD凡 他动作有点搞笑啊 B7连 体力的这一套支援够不够 不够支援没有打死 连续的下溪打中 他好像过不去 杂纳度没血了 哎 抢了一个头 可惜不是爸爸抱 哇 这个跑步的速度是不是有点慢了 这个直接被一个下A点死了 然后这里的话 表哥的比例一跳二啊 连那个大门克拉克都还没有出场啊 貂皮抢到 战B以后到B7在空中打中 然后连到EX的飞鼠之五 阿仁这个刚CD刚的有点多啊 因为没血 对对方没血 诶 这里做波 好 做波以后拿下了首发的比例 要对阵的是大门克拉克啊 这个有点难打 阿仁这个 在阿仁就在他的调整里面啊 那个指令头的杂纳度应该是用来打指令头的克拉克 是 刚没想到那个 哈哈哈哈输了 输了 直接被比例拿下 对对 那直接被比例拿下的话就 现在 火舞打克拉克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啊 这里一个后前拳 他居然不是缺反 因为他用的是EX的 没有缺反 跳拨成功 暂时对空也有啊 在低上马中 起针抢头啊 很大的 就是这样一个 暴逼是以后的后前拳 后前拳摸奖摸到了 摸奖摸中以后就这样 一个抢头再次 这两次被压起针的时候就抢普通头 那阿仁损失掉了一半的血量吧 损失掉一半的血量 损失掉一半的血量拿下了 这个大门克拉克以后对阵的是红丸 那红丸的爆发力的话 可能 有两个气度可以拿下这一半血了 是啊 哇 哇这个过波有吗 哇 直接拿掉 真的拿掉一半血了 真的拿掉一半血了 开场过波 哇 这个精神直接被洗头 直接用红丸头啊 对 被洗头了 一进身直接被洗头了 阿仁说不行啦 这招太坏了 太坏了 不是 我要坏人啦 是不是 我要坏人啦 沾纳杜是搞笑的啦 沾纳杜是搞笑的 是 阿仁要集中一下精神了 对对对 那这里的话 沾纳杜还是不能拿上来 可能 看下阿仁最终选的是 妈妈哈哈红丸不知火舞啊 还是要用这个求稳的阵容啦 妈妈哈哈加红丸加不知火舞 那表哥的真优势没变啊 他不能换 那我充电宝 有没有充电宝 充电宝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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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刚开场是比利对战马妈哈哈 开场是阿仁大概落后半戏 打完这一套以后已经反差了 写料反差 到了BC 表哥到了BC以后 反面的压制 诶这个下棋打空被打 被打到 打到 但是没有连段 没有连段 打到剩下50血 阿仁的BC连友啦 这一次还是阿仁翻盘 妈妈哈哈 拿下了比利 拿下了比利以后 现在是表哥派出的是 中间的红丸打 妈妈哈哈 妈妈哈哈大概还有300多血的样子 小跳躲指令头 躲掉以后继续被表哥抢招 因为躲了指令头以后的那个跳滴的打点太高了 落地直接被打 然后这里的话是红丸对红丸那场内战啊 发现阿仁躲指令头有一手 真的是 昨天那个躲 M的那个 YS的薛峰也是 球铁也是这样躲啊 小跳躲 小跳躲 还还了一大套 板边的一个阿仁的BC连了打400血 好 打完以后再爆一个BC 继续板边的压制 一位真空骗手机 没有惨重啊 直接跑出板边 方方就在那里 反摇拳 反摇精神啊 不断了 外面杀 受大伤害 这个比赛马完以后 大概多几十吧 多的也没太多 然后马完就没事严了 刚才不知道我好多划算了 这SUS被极跳守住 阿仁刚才用了一个钢CD 把表哥推开 SUS 又钢 反摇拳没什么破绽 跑个跑头 这角色不是有指令头 为什么会是一个跑头 这角色不是有指令头 为什么会是一个跑头 好 那现在是 阿仁的红丸啊 见到了手底的 大门克拉克 跳地抢到 握地的一个指令头有 左右转哪一边 哎呀 这个掉招了 掉招了 应该是要带必杀的 刚刚没有能量 对 没有必杀 应该 至少是联阵要讲 对 那这里还是被 表哥的这个 大门克拉克带走 一般他这个克拉克 都是直接带必杀的 指令头都是带必杀 所以的话伤害很高 那这里居然是用克拉克 手底啊 所以的话就指 手底战就是克拉克 打不住魔武了 跑头 这个 反而中权 直接求伤害啊 这里的话阿仁拿到了半血的领先 继续压制把边 我看那个 我还以为是那个 不知火舞不力呢 其实输不挺快的 我看那个打脸挺高的 脱指令头挺快的 是啊 他人这个脱指令头有一手 好那这里的话2比1 2比1 表哥也要换人了 回一下雪人画面 没有了没有了 要换个牌序吧 应该是 表哥没有换人 他刚刚是跟他人 就是肆意不用换人 他是说应该是换一下牌序 还是要换完手底 还是要换完手底 换完手底 比分2比1 表哥领先了 那这个由于是抢3 所以相当刺激 还可以再调整 好现在是 王者之战全方十四的 胜者决赛啊 胜者决赛 胜的那方就可以晋级下一轮 刚刚一个复合是 复合一个通进 然后现在 血量是 妈妈哈哈战是拿到的领先 对空必杀可以 直接用必杀去对空啊 就必杀好像伤害不是太高 不是太高 但是可以 很安定的对空 对很安定的对空 你只要前跳就中了 发现马马哈哈打比利还是差不多 之前有一个说法就是 比利有点克制 这个马马哈哈的 这就看谁 谁把距离控制住 控制住距离的一方 就是马上找别人 你看你看真的是 不伤血 不怎么伤 对 他只能很安定 对很安定的对 不让你继续进攻啊 那这里表哥的大门克拉克要晋升 马马哈哈是有给拿了 哎但现在没有能量是个机会啊 但现在刚刚做完就有了 他只要抓到一个就有输出了 这是一个确反 对 只要你地面滑踩的话 这就 指令头确反 然后一确反就带一个必杀 哇 这伤害 这伤害 打在九百血的角色身上 特别疼啊 那克拉克换了回中间这个位置的话 红玩应该有点压力了 也还好 差不多 双方支援都是一样的 对 两个气最通啊 好 九七玩家应该要叫了 哈哈 但其实 在这个新版本的话还是 正常 哎 但ES电波 虽然没有出来啊 是 刚才应该是一个因此雷光拳带入的 雷光拳带入的 没有夺指令头 没有夺指令头 没办法 没办法 有意识地去夺指令头 知道你可能要正要中脚 跟他刚一下 那今天又骗到了一个指令头起身 那这里的话是表哥要一打二了 就是已经打的是 满血的红玩对战满血的不知火舞 满血的红玩加满血的不知火舞 对战表哥最后的一个角色 最后的一个角色手底的也同样是红玩 但是就是一个五星的红玩 这个必杀打空 打空了以后 现在阿仁还是有一丝残血的 还有两百血的样子 这个 跳皮成功 必须应该可以带走 直接带走 阿仁把比分追平 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把比分追平 强行追到2比2啊 是 表哥又要再重新思考一下 要看怎么样调整 那这里的话阿仁 整个人精神相当的集中 把耳机都带起来了 好 好 大表哥一直在笑 表哥回到雪人画面 重新思考一下要怎么排阵 这里选呢 还是 克拉克 比利 还有红玩 还是刚才的阵容 只是回来调整一下吗 发现这次14 对 这几位拳手 其实他们水平之间 他们之间的水平都是 很接近阿 阿仁争取时间调整阿 他没有按那个选人 他争取一点点时间 他也做了一下准备阿 喝一口水 压压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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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准备一下 好谁能晋级 就是那个总决赛就看这把了 是 如果晋级了总决赛的话就有 保抵第二名 保抵第二名 保抵亚军 好这个跳的太奔放了 他太高了 反边的压制阿 马马哈哈打掉了大概300血的伤害 然后赶紧逃离现场 马上拉开距离 不要给大门克拉克靠过来 这个厉害了 这一个小跳的安全压压住 再打一套大连段以后 这普通头 没事 没有瘦身 没有瘦起来 哇这个迷之 头记 这次没有带必杀 我知道你怕的指令头 你要跳 马上得找你 克拉克这个跑动被抓到了 抓到以后是一个 下溪以后的带入的连段 直接带走 好像这个首发的克拉克没有什么效果 他是做了一个调整 把克拉克平上来首发 是 他好像效果不太好 他是觉得马马哈哈会好打一点 我感觉不好打 哇这EX EX撞 就那么撞过来啊 那这里是马马哈哈 哇这好像 在地面横送直撞啊 因为阿人有调整 他本来马马哈哈应该是拉距离的 现在变成一个狂攻的角色 你看 真的是陆空两军打你 是 真的是海陆空啊 都被他占据了 海陆空啊 真的都被他占据了 那些 就是所有的那些空间 立回的空间变得非常的窄小 是的 那还好比利的 根本过不去啊 是比利的攻击范围也挺大 是比利的攻击范围也挺大 还是有球技身 这个立杀直接凹的 被我做了 总算 总算 耗掉了他第一个首发的 那个露露啊 真的很难打 那阿伦第二位的红丸对比利啊 这个是刚才的调整以后才 把比利提到的第二位 所以就这个是 变成是红丸对上的 表哥的比利 一波就带走 对 开场一波带走 那又是表哥二打一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是一个小复合 跟上一盘一模一样的情况 是一模一样 表哥二打一 表哥一打二 你知道他那个复合吗 十四 就打对手AB滚的那个复合 是夏青 其实很多角色都有 夏青角 占A加CD一起按 好 这个大连段 可能每个角色的重量 被打以后的高度不一样 这里一个洗头 也洗了 继续连招 好 打个 打个 reset 好了 平死了 这红丸还是很帅 表哥应该可以加满血 加满血 但是二人的话是三个能量 打两个能量 那也是最终的赛点 双赛点 好 很激烈 打到最后是双赛点的话 是三星的不知火舞 打两星的火舞 那火舞的伤害好高 一招就打掉九百血的不知火舞 一半的血 好 二人也不含糊 这5B 后面要怎么折 后面要怎么折 双赛点 双赛点 两个 没打中 好 漂亮 再次二人的兵器 连把血量反超 BA 好 血量回来了 看最下了 哦 折到了 哎呀 没有连招啊 两个翻盘 啊 我知道二人刚才是想过去跑头的 跑头我看见了 应该是直接开始啊 应该是直接开始啊 对 行呦 妈妈哈哈 那开场是库拉对妈妈哈哈的一队群 好 这应该是一个互相牵扯找机会 这队群 对 好 小孩好像用一个小 垂直的小跳 去打他的那个地面砖啊 这个独龙钻 独龙钻 独龙钻刚才是把那个小生龙的破绽 那是没打中啊 哇 这个2C 判定也很好 是啊 那个判定很好 是啊 你看 只要一个小 小小小钱票 就会被他 那个鹰给打到 好 他一放鹰 小孩就 都后AB啊 是啊 就是一个EX的连段 连完以后 现在在板边 是小孩的血量还是有优势的啊 而且 防守非常的严密啊 打了不知道多少下了 哇 终于抓到一个小跳的机会 直接带走 你看这个心理战的博弈啊 小孩就你看到 哎 小孩马上就要被我打破防了 我冲他一下就行了 小孩等的就是你这一下 对 一个小后跳 然后等到的那一下 很有耐心的一个防守 很有耐心的防守 好多5D确认啊 刮刮 刮刮 打掉300多的血 虽然不成 但是 这应该带走了 带走了 虽然就是爆发 虽然能量的爆发太高了 虽然能量的爆发太高了 虽然400起步 真的是个不用支援的角色 对对对 一个气就够了 一个气就够了 小孩是 这一次没有成功人士的标配 这次 用能不住头五 居然是出了一个奇震 因为也是 可能考虑到抢杀了 可以 可以派出一些自己的副角色 好久没有见过小孩用不住头 是 因为是抢杀的比赛了 也是先用副角色上场 哇 还是他加针吗 厌实的起头 哇 再作折 想说阿仁的这个红弯用得这么好 对很漂亮 熟练度非常高 是 熟练度非常高 阿仁的红弯是 现在一打二 然后已经打到了 小孩子剩下手底的八神 把小孩子上火舞的这个策略 是不是要改一下 哇 这个百合神 很漂亮 很诡异啊 这个手底的这个一把水能打两个人的八神 压一下 没有防处啊 这一个爆发 其实这个连段不是很安定的 如果你没有练习过的话 是 那个最后一个普通葵花 你很容易打不全 是 那是个延迟出 对要延迟出 对 那这里小孩因为刚才没有 没有使用全部支援水的话 长得有三个能量啊 那打的是手底的不足够 回到同个起跑线了 三个能量对四个能量 但是 蜘蛛火舞就 啊 这个大破绽 正咬脚 直接对缺法 小孩的 非常成啊 好 然后马上就又有两个能量了 又白雪那个年段啊 真的是六白雪 是 看着特别疼 哇 这一个逆向的 又是操作失误 什么鬼 操作失误了 刚才那个波以后的一个失误 那小孩抓这个失误抓得很准啊 马上上去 一个大缺法 就总共两套连招刚好带走 阿仁这个失误有点 很可惜 莫名其妙 他需要自己调整一下 是啊 小孩都不知道是什么鬼 反正什么鬼 小孩也说 诶 什么回事 这么大个 小孩 打得不错 下一盘也要这么打 下一盘也要这么打 刚才那一盘阿仁已经求请吃饭了 那一盘 刚才那一套你今晚请我吃饭 阿仁自己都很尴尬 什么鬼 一比零小孩领钱 一比零小孩领钱 送大礼 真是送大礼 是 马马哈哈这一次拉距离拉得不错 又是拉开一个库拉碰不到的位置 是 因为前面是被库拉活活压死的 他上那一盘 上一盘可能是 是 往前冲了有点多 对 被小孩适应了 小孩这里又点到了一个下笔爆 B-C 这一盘的话是 血量战时还是阿仁领先 阿仁打一个游击战 慢慢的游泡 哇这个上鹰 好久没见过他用上鹰 是 突然用一下你还不行 小孩只剩下一百血 马马哈哈连续的放鹰 哦 这个小跳直接切入成功 可以看见这次阿仁打得很谨慎 他没有再像上一盘 过多的用那个 毒龙钻 那现在上场是上一盘 毫无发挥的不知火舞 毫无发挥 对 就是上一盘好像是 对 护送大礼 小孩送了他一个不知火舞 对 然后阿仁好像也送回来 一个不知火舞 上一盘是小孩最后赢下来 但是不知火舞是白送的 对 真的是白给 对 好 这里是有发挥了 一个PC连 打完以后直接带必杀 耍个帅 正要中脚 然后再逆向发个超必杀人 超必杀 现在也是派出中间的红丸 打这个中间战士不知火舞 对红丸 还差两个人 展现一下我的2B到底有多长 我的战B到底有多长 怎么会到了背面去呢 好 不敢对通啊 战B点中的没有确认 这里小孩先爆了一个PC 连续了三个EX波 用来打乱动都没打中 哇 这个战中脚圈 这一套 475 血量法超 470 480 宰哥的数据这么精密 还能说 精确到各位数 对 我毕竟是打赢女玩家的人 全方十字我就说 打赢女玩家 原来这么荣耀 好 漂亮 一个龙烟舞 以后呢 下戏追打直接带走 那这里二人翻盘 小孩翻盘阿仁 那这里的话 小孩的不知火舞 终于打出来了 打掉了一个半人 好双方不知火舞的一个内战 看看阿仁要损耗多少血 可以拿下这个不知火舞 不好说 能不能拿下不好说 你看你看 你看看 刚开始就被点到了 血量追尽 要折 哇一个小段 没有啊 没什么折 就是压 压 压 压制 好带走了 直接带走 那这里大概阿仁花了有 一百多血吧 一百多血 拿下小孩的不知火舞 那小孩还有个手底的八神 手底的八神 比分点是小孩领先 对 看阿仁怎样不被八神打中 原来可以加这么多血 原来只消耗了几十血 加到这边 一个BC连 哇真的用厚厚来等小孩的乱动啊 没有找到 阿仁的依然没有确认到 小孩没有确认我 是 很可惜阿 刚才如果确认到又是一套 呃 BC加地杀 哇直接 升龙奥义 升奥义 哇 阿仁瞬间没血 瞬间爆炸 刚才明明是领先 是啊 一爪子就扣掉那么多 爆BC的跑头没有成功 这个飞鼠之舞打立下 已经有防备了 刚才中了一次 好像不知火舞 就连我这么菜的也会用 跳波成功的 打点太高 打点太高连不了招 小孩有点急 腿花最后滚 小孩再拿下一盘 一个香沙再次拿下2比0 2比0 梦幻开局啊 刚刚大表哥也是这样的梦幻开局 2比0 然后被阿仁连 所以不要小看阿仁的那个 底力啊 他后面的那个调整是很厉害的 底力 那不是超级之间大战的 技能吗 底力 阿仁是底力九段吗 是 没错 就是那一个 血越少 就他越厉害 他的韧性 韧性很高 对 阿仁换了阵容啊 把那个红丸换下去了 换了一个K 他红丸其实发挥的还不错 只是打响还好像不太奏向 但他好像 今天发挥不错了 是 但好像阿仁不太想换到他不知火舞 对手 又看得出来小孩打马马啪啪的对撤 你大口要打得好 大口又要淌枪 这个解说是不是专门派上来黑大口 必须黑啊 师父不黑黑谁啊 这不是大口徒弟吧 所以才要黑啊 好 这里阿仁开场是落后大概有半血左右 然后这个小孩的这个跳踢稳如狗啊 真是好稳啊 就是一个一个跳踢慢慢把血量扣掉 可以看见现在是阿仁冲过去打他 你看就这么跟他中学 好像不能中株林跳踢你自己会臭上来中心啊 是啊是啊 直接败走了那这一盘是没什么办法 完全节奏都被小孩掌握了 真的是通报走远 还没有还没有 阿仁的底力是非常强的 韧性 这是一个失误 那小孩反应很快 马上报BC去捕漏啊 是 一般的人可能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可能原本就是下笔报BC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对 但应该是像编哥说的一样 那换了这个K上场以后 是不是不能像他猜猜我狗跳D了 肯定不行 因为K的那个跳CB太大了 太大了 对 二人这个连算 好朴素啊 所以马上直接带了个两个能量 小孩也来了个艰苦补术的年段 那好像不伤啊 还不如报个B啊 对 好这里一个AB直接被抓 然后这里就阿仁拿下了小孩首发的库拉 小孩还是用刚才的那个不伤红武 因为他一直已经没有办法换人 但是他后面的第二盘的发挥还不错了 就不伤红武 打的还可以的 是 拿下了阿仁的一个半 好被挖了个下面 阿仁打到个下半这个B 这个连盾 哇第一次见哦 新版连盾 新版连盾 这个连法我是第一次见的 哇这个中段也中 连了一个中段 这里给小孩抢招 现在要带走了 他顿了一下 小孩马上就按了 小孩按键好快啊 是 挡了你K一个战B以后 马上就点 马上就点出来了 小孩到赛点了 小孩已经到赛点了 阿仁呢 只剩下最后一个角色 都不伤红武 好 这里有人问到阿仁不是解说吗 没错就是一个解说 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解说 好 这里小孩连了一套大连段以后 阿仁的血量有点少了 还好没有办法报PC 小孩已经用完了所有的资源 阿仁也是拨出去了 拼命了这一下 拼命拼命 来直接一个 牛百血 牛百血也带不走 带不走啊 还已经死血 小孩都还已经死血 抢空拿下 抢空 还见到了小孩手底的八神 那阿仁还有一线生机啊 一百多血 通常这个情况是小孩发胖 这一次轮到是小孩满条的血 没有加这么多呢 加多都没有用了 这一套怎么都打死了 那一套 开场的一个占地直接带走 阿仁打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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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的话是已经到今天的决赛了 交给 谢谢 谢谢 阿仁打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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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仁打得不错